英国在印度洋的最后落脚点也丢了 可他临走还坑我们中国一把 大家好 这个国庆啊 英国人过得可是有点尴尬 因为他们老祖宗抢下来的基业又少了一块 自从1814年 蒙里丘斯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之后 印度洋上的重要岛屿查格斯群岛 又成了英国海军 牵制欧亚大陆航运路线的重要海上节点 然而如今 在蒙里丘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 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个最后落脚点也丢了 连带着美国也跟着造扬了 综合法新社的消息报道 英国和蒙里丘斯政府几十年的主权斗争 终于落下了帷幕 蒙里丘斯达成了历史性的一刻 正是从英国人手里收回了对查格斯群岛主权 至此呢 英国人彻底失去了在印度洋的所有英属 印度洋领地 最后一片老祖宗抢下来的基业也丢了 可能观众朋友们对这个岛屿没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印度洋的正中心位置就是查格斯群岛 南边呢 是迭格加西亚岛 西边呢 是埃格蒙特群岛 东北方向呢 是萨洛蒙群岛 查格斯群岛呢 是一个天然的良好避风港 四面的其他岛屿都帮它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抗风带 一个在大洋上能让你远离极端天气的群岛 就别提它多具有战略价值了 更别说呢 它能钳制印度洋航线 意味着可以钳制中东的关键航线 这几乎是全球多条重要航线的关键枢纽位置 那英国人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呢 在阿战结束之后啊 美国开始反噬英国 谋取霸主地位 英国人眼见着反殖民运动 风起云涌 只能放任毛里丘斯独立 但是呢 他又切割出了查格斯群岛 作为英属领地 这么明显的目的 毛里丘斯显然是不乐意的 于是双方就这么闹上了 到后面英国人的海外利益 几乎被美国人给切割完了 眼见着查格斯群岛不保 两群岛的部分岛屿租给了美国 修建印度洋上的美军关键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 英国人这可憋着坏呢 就等着毛里丘斯和如日中天的美国人也杠上 但是很明显毛里丘斯人不吃这一套 然后就有了几个关键性的事件 一个呢 是2012年 英国社会已经开始疯传脱欧的话题 那会儿毛里丘斯就找到了欧洲人权法院 念叨着被殖民的事情 那会儿欧洲人呢 也是烦这帮昂撒佬 于是很愉快的就给英国人扣了一个危害人类罪 不过呢 因为没有执法权 但这个事的大意是错底做事了 另一件事就是2019年 随着英国国内进一步衰落 毛里丘斯找到了海牙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大会 前者呢 要求英国尽快归还查克斯群岛 后者干脆是116比6 以绝对性的票数支持毛里丘斯的诉求 但是英国人对这一片祖上的基业还是有点念想的 就是不知情 直至如今呢 英国早已全面衰落 海军拿不出手 陆军就更别提了 这片印度洋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群岛 英国人捏在手里 那也是平白损耗国力 每年平白投入大额的资金 修缮设备 人员补贴之类的 于是在这几天啊 查克斯群岛 终究回归了他本来的主人 当然了 可别以为英国人就这么排排壁股走了 临走前 他还很缺德 不忘使话 有英国官员就对外放风啊 说让出了这片群岛 可能会让中国人 在印度洋上有一片军事立足点了 这相当于是在给美国人扇风 让美国可千万要守住别个加西亚群岛 并且其他的岛屿也不能让中国人进驻啊 要说啊 我们中国也确实该琢磨琢磨查克斯群岛了 因为扣可网 我意可网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